刘嘉玲谈婚后十年,不是每个女人,都能熬到梁朝伟,六个字超过一切爱情秘遗。 刘嘉玲在节目里很自豪地说,她的柜子里收藏住一大碟梁朝伟写的道歉卡片,她偶尔就翻出来看看,调侃梁朝伟,哎,你那个时候说对不起的话,你做错了那个事情。 听完刘嘉玲说的,我觉得对不起,我错了这简单的。六个字,足以秒杀一切爱情保鲜秘遗。 人们掰起指头从相识那天细算,梁朝伟和刘嘉玲这对夫妻,竟然已经相爱了整整三十年。 至今还有人说刘嘉玲很能熬,熬到了梁朝伟是她的,熬出了真爱,熬走了一个时代。 说这句话的人,显然不懂熬在幸福的人眼中,意味着一种包容。 三十年前,在多少人眼中,梁朝伟是白月光,她长相帅气,有才华,安静忧郁。 她是老天爷赏饭吃的代表,那张脸和那一双眼睛就是最初的禁欲戏。 她的爱好仿佛星辰大海,飞到伦敦为鸽子绝对不是媒体乱说而已,她像是文艺画报中走出来不食人间烟火的男神。 相比于梁朝伟,很多人觉得刘嘉玲是个大俗人。 从小平一身泼辣性格,从内地来到香港娱乐圈,练粤语,拜老师,靠自己一步步成为香港影后。 她吃了不少苦,生活练就了别人眼中一身的烟火俗气,圆滑热情,精明能干,被人瞧不起奚落也笑脸相迎。 连她的业余爱好都是打牌打麻将,活生生把自己活成了港片中客栈里的老板羊,那个大哥的女人。 1988年,在彩排舞台剧《花心大丈夫》时,刘嘉玲和梁朝伟相恋。 在其他大会上,刘嘉玲吐槽过这段感情里,别人对自己的偏见。 谈恋爱之前,梁朝伟不喜欢爱赌的女人。 和刘嘉玲相爱后,她对酷爱打牌的她毫无办法,只能要求她在打牌的时候每隔一小时打电话向她报备,还要电话里索稳。 刘嘉玲拍《金智玉夜》时,张国荣让她把道具里的合影纳回家摆住,让梁朝伟吃醋。 丸心大喜的她还真的做了,梁朝伟对此无可奈何。 梁朝伟是标准的巨蟹座,不喜欢喧嚣的环境,也容易没有安全感,她知道刘嘉玲不是一个多适合她的女人。 但明知不合适还可以在一起,才说明她比自己想象中更爱她。 香港报刊还记录过两件趣事。 有一次路人碰到梁朝伟拿住一个破了的音箱去修,他们问怎么会弄成这样,梁朝伟只是笑着说, 唉,和老婆吵架被老婆用高跟鞋踩了一脚。 梁朝伟在阳台上抽烟,看到刘嘉玲回家了,马上回房间床上假装睡觉。 明明关心,还要装作若无其事。 他们理不开彼此,别扭无奈得如此真实。 这就像明明吵架摔门而去海买菜回家的情侣一样,初看湿辣,就看血甜。 嘉玲30岁生日时,梁朝伟在韩国拍戏,本不能回来陪她过生日。 可是思虑再三,她还是通宵拍完自己的戏份,坐飞机四个小时回香港陪她过生日,过完生日后马上不睡觉飞回韩国继续拍戏。 恋爱以来,她精心设计送刘嘉玲每一份礼物,用心维护这段感情。 我都很有心思的,比如买点东西送给她,就不会那么直接送出去,肯定藏在什么地方。 等她自己发现的时候就会很开心,就像小孩子去沙滩挖道堡一样。 2008年,他们在佛教王国不丹举行的世纪婚礼,阵仗场面之盛大空前绝后,总费用超过2500万,创华人娱乐圈最高纪录。 这场婚礼告诉所有人,我们很般配,我们很幸福。 如果说梁朝伟对刘嘉玲的爱是一种包容,那么刘嘉玲对于梁朝伟来说,则是一场质疑。 梁朝伟曾经说过,在我入戏太深,深陷抑郁的时候。 我所有的难受,在见到嘉玲的那一刻都不要耳喻,嘉玲就是我的驱魔人。 刘嘉玲的爱一点儿也不比梁朝伟来得少,她理解她的文艺梦,轻易化解她所有情绪的低谷。 梁朝伟不是一个入戏的人,她太理想话,不接地气。 但因为背后有刘嘉玲世俗的开解,她才能转身继续自己清高的梦。 她为梁朝伟牺牲了很多,她给了这个内心丰富的男人与自己和解的时间。 她是女强人,但努力操办家中大多数事情,虽然不会亲自下厨,但是会叫工人该如何去做。 电费、水费等其他琐碎的支出都由她负责打理。 她说,梁朝伟才是在家里占上风的人,她不讲道理,只会用忧郁的眼神,看到你心软。 梁朝伟拍戏中间不顺的时候,回家一边拖得一边哭,于是刘嘉玲打电话质问王家卫,你把她怎么了? 她用一种霸道的方式治愈了梁朝伟的孤独,她风风火火地为她出头,带给她一种从没有体会过的温暖。 刘嘉玲投资一个饭店当天剪彩,记者问她们有没有品尝过这里的菜品。 刘嘉玲说,她呀,我都要自己先吃一遍,确定好吃,再让这位大爷吃。 梁朝伟在旁边不好意思又有点得意的偷笑。 他嘴上是吐槽,却给梁朝伟留足了男人的面子,不情愿的语气中全是宠爱。 2006年,刘嘉玲爸爸去世,刘嘉玲接受访谈时说。 我要做一个很强的人,我第一时间就抱紧我妈,因为我不想我妈妈太难过,我怕她接受不了这个东西,然后我侄子也在哭,我也要抱紧她。 梁朝伟那时候在拍色剑,她赶回来。 等到她回来的时候,我整个身体快不行了,我就是有个依靠。 我靠在她怀里,不停地哭,不停地哭,她最脆弱的时候,只让她一个人看。 梁朝伟电影获奖时,刘嘉玲甚至邀请梁朝伟的前女友曾华倩一起去庆祝。 她说,只要是伟仔的朋友来祝贺,她都一定会很高兴。 她是大气的人,也是最懂她的人。 2006年,梁朝伟出席香港电影《博览会》,记者问刘嘉玲手上的五颗拉大钻戒是不是她买的。 她自豪地说,大颗的全部是我送的,小颗的是她自己买的。 她们既真心相爱,又独立自由。 刘嘉玲说过很多次,你们看到的她,都是好的一面,她把不好的一面都留给了我。 梁朝伟陷入情绪化,沉迷在自己世界的时候,她从来没有打击过梁朝伟高高在上的梦想和姿态。 不打扰,是她给的温柔。 1990年,刘嘉玲被黑道绑架,还被犯罪分子拍摄《裸照》大肆传播,她的人生遭受住最黑暗的打击。 梁朝伟德之后,马上向王家卫请辞电影《阿飞正传》的拍摄。 现在她比什么都重要,她需要我花很多的时间陪她,所以我不拍了。 她跟刘嘉玲说,我们一起出国吧,离开这个黑暗的地方,你想去哪里,我就陪你去哪里。 这个看起来有点别扭和敏感的男人,在她遇到了真正的难关后,突然变成了一座山,为她遮挡下所有的攻击。 没有梁朝伟的陪伴和耐心,刘嘉玲奔波劳碌的生命里,总是少了那么点温柔的梦。 没有刘嘉玲奔波劳碑,没有刘嘉玲背后七窍玲珑,梁朝伟也不会是安然坐在云端上的男人。 因为爱,他们慢慢长成能因照彼此的参天大树。 他们三十年如一日的爱情里,有一个细节至今难忘。 刘嘉玲的49岁生日,梁朝伟在酒店为她庆生。 她穿着二十年前同她一共参加活动的那条裙子,站在她旁边。 山依旧,人依旧,岁月都倒转转,庆幸依然是你陪在我身边。 三十年一晃而过,这对很多人认为不般配的情侣,携手走过了比很多般配之人更长久的路。 每个人评价,每个人评价每段婚姻和家庭,都喜欢用真爱。 真爱重要吗?很重要吧?但它永远,一辈子都那么重要吗? 到了那时候,那个陪你走完大半辈子的人,可能才是最重要的。陪伴,就是最长情的告白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